廟裡面的糖分增加的時候 它是一個 黴菌的溫床 感染源 我以為會長螞蟻 也會 也會 也可能會 如果濃度夠高的話 可能真的會這樣子 可是你不會讓螞蟻去咬嘛 所以應該機會比較小 可是如果說你 那這樣我那個病人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 他就是不喜歡洗澡 他自己有夠坦承 他都兩三天洗一次 如果不是太激烈的運動 他就不會特別去洗澡 所以他就是很明顯的 歡迎收看 一試好辣 歡迎各位賽者好辣 一試團 好 我們跟三位參賽兵 好 乃哥 大家都知道你是演藝圈 出了名的潔癖 而且還有點強迫症 其實我本人也是 所以我明白你的心情 所以我今天要幫你做個測驗 怎麼樣 來看看你到底有多愛乾淨 會不會不准 還是測出來我真的沒人賣金 沒有 說不定喔 你的房間有一盆植物 好 每天對他做一件事情 就會開出很漂亮的花 你會選擇做哪一件事呢 第一個 給植物廳舒緩的古典音樂 第二個 每天給他喝很多水 第三個 把他放在陰暗的地方 第四 抽出時間和他聊天 有病喔 一 二 三 四 來 三 你是幾 圓圓幾 我選三耶 三 你四啊 你幾 一 一 你跟我一樣一 圓圓選四啊 我選三 你選三啊 好 那我們先來 先一啊 還有劉宇的 我們三個一 聽古典音樂 好啊 不准 什麼 來 收起來 30% 我們三個 超過症最嚴重的 我家乾淨的跟無城市一樣 對啊 不准喔 不好 我們家院子 掉一片葉子 我看了半天 我來想一片而已 整八片再撿 對 我還是受不了 就去撿那個 對啊 來 三 沒有 這個是 要看他的那個衛生習慣 好 先刪 放在陰暗的地方 不准啦 我覺得不准 等一下 會不會其實最高是30 沒有啦 有0跟20跟30 15 20 對 0 10 15 跟他聊天 這個我覺得應該有精神病吧 這個有精神病 怎麼會選這個 不是 我覺得要看常理 你每天都給他澆很多水 你是這個 你是4 對啊 但我今天是大辣辣代表 他目前最高 那給他澆很多水 這就是正常的 不可能 當然我們今天也安排大辣辣代表 是 還有超級潔癖代表 兩個潔癖 好啦 那我們今天來看看 對 衛生習慣 對 要來討論 你的衛生習慣會不會影響健康 當然 一定會的 食物掉地上 有異物拿掉 照吃不悟嗎 絕對不是 絕對照吃 這個現在基本上也少吧 因為以前不是說什麼 三秒內 沒有說過三秒內 那三秒內 因為這個不是一樣 對 他說有異物 他拿掉 照樣吃 來 大辣辣代表 我其實是會看 比方說那是什麼東西 跟地板看起來乾不乾淨 你是用肉眼判斷 對 就是感覺還好 那如果我們家 像我們家以前是住在戲子 就非常潮濕的那種 所以以前吐司放在那個桌 餐桌上面兩三天 它就會發霉 就會長綠綠的毛這樣 然後我就會把那個毛挖掉 綠綠的毛拔掉 對 然後就把吐司吃掉 吃綠綠的毛 沒有 沒有啊 沒有啊 對 但後來才發現 原來那個發霉會 就是裡面其實 你把那個霉拿掉之後 還是會有菌絲 所以現在我就會 如果把吐司買回來 我就會趕快把它冰到冷凍庫 然後如果要吃的話 就拿出來烤這樣 人都是這樣慢慢 從學習中長大 不是 因為我記得我小時候 就是我曾經有一次 在我們家的廚房 就也是吐司 然後我就因為很小 我還跟我媽講說 吐司一個小黑點 就我也想說 吐司怎麼會長個質 還是有個芝麻掉進去 然後我媽就迅雷不及眼耳 就把那一點有沒有 扔掉 扔掉之後就還是吃嘛 沒事 小時候就很常會看到 小黑點這樣 然後我也不以為意 我想說這也沒有什麼 然後一直到我大了以後 我才發現 因為我自己有家了嘛 你自己會放一些 什麼麵包類的在家裡 我就發現 其實這個小黑點怎麼好像 我小時候似曾相似 我就仔細一看 發現那個小黑點其實是發霉 對 然後我現在回憶過去 我只要每次只要吃掉 那種斑掉的吐司 我都會 鬧散還好 就是我都會鬧腸胃不舒服 對 那我好像比你更好一點 我都沒事 那你其實可以跟小黑點 一起吃掉 對 不然怎麼我們不比這種無聊的事情 但是 食物掉在地上 一下下 然後有異物拿掉可不可以吃呢 王醫師請幫我們舉圈叉盤 答案是 是不是 對嘛 真的是不建議 一下下 不行 對 一下下 那我還是要先回憶一下 乙喬跟雨柔 剛剛那個吐司的事情 因為我們其實 就是老實講 梅菌 長了梅菌 我們吃下梅菌 身體會不會對身體有什麼大影響 其實如果你每一系統是正常 我們胃酸器很強 不太會造成太大的影響 再加上剛剛那個 乙喬剛剛有講說 我們去除表面的梅菌 其實下面的根已經生到食物裡面去 那是沒有辦法完全去除掉的 對 看到食物已經發霉 代表說這個食物 可能已經壞掉了 那壞掉的話 就可能就產生 細菌跟毒素的風險這樣子 所以我個人是建議 如果說食物已經要發霉的時候 就盡量還是不要吃這樣子 不要拿自己的身體開玩笑 一個就是拉肚子 一個就沒事嘛 你怎麼知道也是屬於哪一種了 然後這邊舉個例子 就是剛才說 食物掉在桌子上到底能不能吃 但是我還是建議不能吃 因為網路上都有說什麼 三秒原則啊 五秒原則啊 十秒原則啊 趕快拿起來 細菌還沒附著上去 吃了沒問題 但是其實我覺得也不是每個人都這樣子 我這邊又舉一個 我一個病人的案例 她是30歲的女性這樣子 她就來我這邊 很明顯就說她就噁心想吐嘛 然後腹瀉啊 拉肚子 就是一個典型的腸胃炎這樣子 但是因為我跟她蠻熟的 因為她都常來看我們 人則就胃不太好 我就知道說 她以前其實都告訴我說 她在月經前的時候 會免疫特別差 常常會有這種 習慣性的感冒 我想可能有些女性 可能會有這種問題 她就是在那段時間的時候 剛好去她一個朋友家做客 然後那朋友就為了她來 就特別去買了一個 排隊的高級麻糬給她吃這樣 對 然後她就是很珍惜嘛 然後這要吃了一瞬間 不小心刺手 就麻糬就掉在地上 刺手 然後那個 朋友是沒看到 可是她想說 朋友特別買給她 她不好意思 她就想說 我就把它撿起來 然後大概把她表面的灰塵 就剝一剝 然後就吃 可是她沒有想到 她其實那時候是免疫力差的時候 就吃下去隔天 就來我們門診報道這樣子 就是用腸胃以來的方式來表現 國外是有些特別的研究 就顯示說 我們把食物丟在桌子上 多久時間 那個細菌會附著上去 其實最快是一秒鐘 就可以附著上去 所以不要有什麼3秒 10秒5秒 那個其實都不太準確 其實很容易就把細菌吃下去 如果是免疫系統差的話 就很容易對腸胃道造成影響 而且我這個病人 他可能就是吃進去的量 還不太多 所以過了一兩天大概就好 但是我還是強烈建議大家 不要拿自己的生理開玩笑 發霉的吐司 掉在桌子上的食物 盡量都不要吃 這樣是比較好 對啊 你看 我們這種強迫症很嚴重的人 就會去想到說 比方說我們去一家餐廳吃東西 桌子當然看起來很乾淨 因為店家都會擦過 才歡迎下一組客人 但你有沒有想過那個抹布 剛剛可能擦過 上一個桌子的鼻涕還是口水 然後又擦了什麼東西 然後再來擦你的桌子 然後你覺得看起來是很乾淨 但其實上面附著了滿滿的細菌 又不是吃那個很高級的生育片 一片一千塊八百塊的那種 那硬的頭皮都要吃掉 硬的頭皮都要吃啊 對 乃哥剛才講到生魚片 其實大家吃生魚片 你們覺得是不是 魚抓起來 現殺吃是最好的 是 對啊 是嗎 最新鮮啊 其實不對 像是之前有一個新聞報導說 生菜沙上面有一些像 闊魚啊或者是蝸牛 這個就一定要趕快洗乾淨 因為裡面有很多寄生蟲 是 這個跑到身體裡面是會很嚴重的問題 然後講到剛才那個生魚片 其實我就是要分享一個我一個朋友的案例 因為我這陣子很喜歡釣魚 然後去釣魚的時候呢 釣回來的魚 給老婆吃它 其實釣回來是很新鮮沒有錯 可是我釣的都超小的 那可是我比巴掌還要小 然後回家他就一直嫌說 這釣這麼小條 你看不要去釣好了啦 別人都比較大 別的老公都比較大 自己老公都比較大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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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是 我當然是很憤憤不平啊 然後這一次出海的時候去 自己釣的可能還是都很小 可是隔壁的一個大哥釣到一隻超級大紅甘 那個十斤級的 然後就跟 回去之後我還是要交代 我想 欸 哥不然你那個紅甘賣我 然後我回去就是 可以交代這樣子 下次才可以陪大家出來釣 然後大哥又說 好啦 給你拍個照 他要帶回家吃 對 所以就 我就是拍個照回家 回家的時候 他就在群組裡面一直炫耀 因為全團就只有他一條大紅甘 就在炫耀說 我幫你鯊魚的時候 把那個內臟拿出來啊 然後我切生魚片 然後給大家吃 紅甘生魚片大家都知道很好吃嘛 對不對 然後呢 那一天我剛好下枕 我才打開群組看 仔細看他的照片說 欸 怪怪的喔 他的內臟裡面有一些 一條一條白色的東西 然後我就跟那個大哥說 你吃生魚片這沒事吧 他說我知道那邊有寄生蟲 而且他那個肚子旁邊也有 所以他就很聰明 他說我知道我把旁邊都切掉 我只吃它沒有那個寄生蟲的部分 是喔 我跟他說這樣不行 千萬不可以 結果我不其然過了兩天 他就趕快打電話給我說 陳醫師我現在肚子好痛 而且我一直拉黑大便 我看到這個不行 你趕快要去急診 你要跟醫生說 你有吃生魚片 而且是自己處理的生魚片 他會趕快幫你做胃鏡 進去胃鏡一看 五六條寄生蟲在他的胃裡面 對 還好他得的是叫 那個其實都是大部分寄生在雨裡面 跑到人體的時候是 還好他就是會讓你有一些 肚子痛跟黑便的症狀 那其實他是還比較OK 對 所以其實吃生魚片 生魚片一定要冰過 冰不是那種放到冰箱冰就OK 是要至少放到-20度C 要一個禮拜 或者-3-5度C要一天 急速冷凍 對 急速冷凍 因為大家會覺得說 其實吃現流的拉起來 然後馬上殺 最新鮮最好吃其實沒有 其實很危險 一定要經過一些急速冷凍 然後他才可以把一些蟲籃殺死 對 不過吃任何的生死都會有風險 所以就算是經過冷凍還是會有風險 所以就是大家還是要注意一下 沒有 撈起來不是吃生魚片 撈起來是就煮熟的 對 像比如煮湯啊或乾煎啊 對 那就很新鮮 但是生魚片當然 吃生死一定要經過專業的處理 是 所以後來陳醫師都直接去魚市買魚 去買魚 他都只跳小肚 我們再來看有什麼狀況 打噴嚏咳嗽 沒噴到人沒事啦 怎麼可能 我有看過一個影片 那個飛沫超遠的 我有看過 我有看過那個 但我是那種 就是天氣變化很大很冷啊 或者是對狗毛跟灰塵都很容易過敏 都是過敏的 對 很容易過敏 然後我是非常愛狗的人 所以我看到狗 我真的是會衝過去這樣抱牠 然後跟牠們一起玩 可是我玩了一陣子之後 我就會開始癢 然後眼睛就開始有淚水 然後喉嚨很癢 鼻子很癢 然後會一直打噴嚏這樣 然後有一次是 我去我朋友牠們家 然後那一次大家聚餐 然後那一天就是 因為大家都帶狗來 就很多朋友的狗 不同的狗 然後就有那個什麼柴犬 然後黃金獵犬 就是毛很長 又很可愛的狗這樣 然後我一進去 我就跟牠們這樣玩翻了 然後超開心 超可愛的 然後每個人 然後結果玩一玩我就想說 哇 死定了 然後我那天就開始 就是手就開始這樣很癢 然後脖子也是 我就一直用我的舌頭 去舔那個喉嚨 因為就超癢的 對 然後就鼻子 就是那個 你是來不及遮的那種打噴嚏 我這樣一直連打 然後後來大家就說 你會不會太誇張 打到那個餐桌上面倒撕 然後我就說真的很不好意思 但是就沒辦法 因為真的忍不住 沒有 這個 有時候你想這也來不及 真的 真的來不及 那個要打噴嚏 一來的時候 真的反應不過來 而且或是 你要抽一張衛生紙的時候 你就已經 就已經出來了 是 雖然沒有時間抽衛生紙 對啊 有緣 我是有一次就是 跟家裡一起去吃飯的時候 然後我就是家裡很多 子子子女 然後他們 有什麼 子子跟子女 子子子 然後他們就有時候就想 還在吐司啊 他們就是 可能有一點感冒了 然後他們就 你知道小朋友打噴嚏 都是超級大力 然後又 會整個全部噴到我臉上 然後那會被嚇到想說 天啊 怎麼我可以 口水都噴到我臉上 當下我是 我是想說 沒有想那麼多 就是想說 OK OK 好 擦一擦就好 結果沒想到我隔天 我直接流感耶 就是開始發燒 就頭超暈眩 然後完全沒辦法工作 想說發生什麼事 才想到我前一天就是被 那個飛沫傳染 我那個 那一個禮拜都很難好 對 你不要講了 像我們一般的在公共場所 或者有沒有坐飛機啊什麼 對 看到有人咳嗽 聽到有人咳嗽 什麼就 沒有 默默的就 有沒有 到醫院 一看到沒有咳嗽 默默默默的就挪開了 有沒有 都這樣子啊 打噴嚏 打噴嚏 大家就要 那個反應都是 幹嘛 不會遮一下 可是如果你在做一些 大眾運輸工具 然後你坐你旁邊那個人這樣 咻這樣 很大力 你會不會生氣 他連遮都沒遮 你也沒辦法打他 那個有時候真的會來不及 那個還真的情有可憐 而且那種都是比較過敏性的 不是感冒那種的 對 打架我們下一集聊 對 陳醫師幫你解答一下 又是你 陳醫師又是你 當然不可能打噴嚏咳嗽 你噴出來 沒有噴到你就沒事 是 因為記得你只要感冒 你如果只是過敏是還好 如果你是感冒的話 基本上你全身上就算 怎樣 都是病毒人 對 就是病毒噴出來的 眼淚 你的鼻涕 你的口水 基本上都會是比較充滿病毒的 所以呢 第一個 你會在空氣中 空氣中散步其實 比我們想像中遠很多 甚至我這裡打個噴嚏 你在攝影棚的門口可能就可以吸到 蛤 這麼遠 這個就是 因為之前新冠就是這樣子 它可能會在空氣中 是 漂浮很久 對 所以 可是如果你真的很想打噴嚏 你又感冒怎麼辦 你不要用手 你可以先用手肘這樣子針 我也是這樣 打噴嚏 對 或者咳嗽遮住 可是這個也是治標 因為你病毒還是在你的手上 所以其實最好的話 其實你真的想打噴嚏 是要有萬全的準備 要有一疊厚的衛生紙或手帕 打在裡面之後 包起來 放到垃圾桶 手再去洗乾淨 這才是對別人比較好 我第一次摺新冠的時候 就是在我家 因為我老婆就是 我們其實都很愛乾淨 老婆其實就是她 回家的時候 也是都會洗手消毒什麼 在教會戴口罩 然後她只是進來 當天進來她只是咳嗽兩下 我們也沒有什麼回憶 可是隔天她發燒了 然後換隔天 就變成我發燒了 可是我們基本上 她咳嗽的時候 她覺得有異狀 她其實就已經芬芳了 可是她那些氣飛沫什麼之類 我就覺得 這個飛沫傳染真的是很可怕 所以就是跟大家要 宣導一下 打噴嚏咳嗽的時候 一定要把它遮好 不然真的是會到處傳染 如果沒有辦法控制別人 像是乃哥說 就是在公共場所 就是有人會打噴嚏咳嗽 你要去戴口罩 對 可是大家有人會覺得說 那我打噴嚏咳嗽 覺得不禮貌 然後把它忍住就好了 對不對 可是忍住 其實會對自己造成傷害 那不行的 那個壓力太大 對 因為我 前陣子就有一個病人 他就是一個過敏 很嚴重的病人 他上次去台 來台北的時候 就幫在台上跟客戶 那個報告 剛好有一台天 那個冷氣一直吹著他的鼻子 鼻子超級癢 然後又對客戶報告 他又不能一直拿手帕出來 對 所以就是 他就一直忍住 用手捏住鼻子 一直這樣 突然他聽到嘻一聲 耳朵 破掉 受傷 而且他的眼睛腫起來 其實眼睛在我們的鼻子旁邊 他只有一條很薄 一塊很薄很薄的骨頭 隔著而已 壓力太大 他這個就裂開 然後鼻涕跟空氣 就跑進去眼睛裡面 是啊 就整個腫起來 所以就是 這個後來就是吃抗生素 治療了兩週到一個月才好 對 所以這個要特別注意 所以人家說打噴嚏打出來 很爽啊 你知道嗎 大概我們現在在A棚那個 西棚都聽到 那會太用力了吧 剛剛哪個有在後台打噴嚏 我嚇得屁滾尿裡 有夠大聲 對啊 這樣打出來 那不就是吃抗生素 沒有吃抗生素的意思 對不對 像我上個禮拜感冒 我同事就是這樣啊 那個飛沫我真的是很同意 我跟他是 隔十個辦公桌的 十個 十個位置的 平常他禮拜三說 他兩個寶貝沒有去上學 因為發燒嘛 那我就知道他家裡有狀況嘛 隔天他又說他老婆 現在也躺在沙發上面 也沒辦法去接孩子 所以他要先走 那也知道老婆也發燒了嘛 那想當然而 你這傢伙 下一個就是他 對啊 所以我口罩是戴好的 好時不時禮拜六來 我先到辦公室 結果他進來 到他十個桌子以外 他唱 就唱到了 唱到了 我上個禮拜很特別 我就跟院長講說 一定是他傳染 我連腦筆阿姨都講 就是那個笑容 然後他還上處去講說 我已經吃了最新型的感冒 現在有一種抗病毒的藥物 真的喔 只要吃一次就可以 據說二十四小時之內 就可以把這傳染力壓低 但我現在覺得沒有效喔 因為他好像已經發病殼了二十四小時 他說他花了一千六買那個感冒藥 結果我還是特別 最近新冠真的比較多 對 是喔 好 我們再看下一個 來喔 這不行 沒洗澡 沒換衣服 就躺床 還好 這種朋友到我家 他就是我的黑名單 真的 不可能再來第二次 但如果去朋友家 一定會先問過 這有什麼好問 不用問就是不可以 沒有 就不一定有的人 就不在乎 我在乎 那不到你們家 我小時候一定不在乎的人 因為我以前住校 然後我們學校是有沙坑什麼的 然後我就會玩到很累 一定要玩到時間到 要睡覺的時候 才會回房間這樣子 那回房間就懶得去洗澡啊 就會覺得喔 還好吧 反正今天玩一玩 那個沙子拍一拍 我就去床上睡覺了 有時候不是你很乾淨就沒事的 是因為我們住上下鋪嘛 所以上鋪的人這樣爬上去 然後就在那個床邊 然後拍拍腳 所以他的那個沙子 也會掉到你的床上 所以你看到你的床上 你再講劉雨了就要換位子了 這個真的不能當朋友 沒有 那真的是小時候的事情 天啊 但是真的是到後來 就是會有遇到越來越多朋友 長大之後他們就會說 就是沒換衣服 不要進我房間啊 不要幹嘛 才會知道原來有這麼多 大家有這麼多規矩 然後你會想到說 原來啊 原來 真的是原來 原來有這幾個規矩 原來有這件事耶 你們家都沒有這個規矩 爸爸媽媽媽說 去洗完澡 刷了涼才能上床睡覺 對啊 還好 我們家就好 他可能三歲就住下了 還來不及腳 小時候真的 就是自己想不想洗澡 是自己決定的事情 到發現大家都會 要洗完澡才可以上床睡覺這樣 然後你會想到說 因為我今天可能穿了褲子 可能坐在外面的樓梯上面 或是哪裡 所以可能那地方比較髒 所以不要坐在自己的床上這樣子 所以到後來就 現在我就是一樣 一定要換衣服或洗完澡之後 我才會到床上去 那怎麼會這麼小就住下 就是小學就住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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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醫師原諒他 那這樣OK啦 謝謝王醫師 謝謝王醫師 本來我們這個 人很好 本來的答案是說 這個生活習慣還是不是很好 對 你看雨柔在瞪我了 這個不好 還是不好 可是因為我覺得現在大家 生活壓力很大 有時候稍微輕鬆一點 有時候沒那麼可怕 因為要這樣講 前陣的新冠病毒的時候 我們都說回到家 要把衣服換掉 對 不可以進家門 那是因為現在的變種病毒很可怕 可是我必須要這樣講 其實病毒 它離開我們的生物體之後 它存活的生命力其實很低 所以假設我今天衣服這樣沾到病毒 我沒事不會拿起來這樣 一直猛吸嘛 所以真的這樣子透過進去的 機率低啦 所以大家生活不用那麼害怕 不用那麼害怕說真的 我身上都是細菌病毒 我的床上別人碰過之後 我要噴酒精 不要這樣 不然你的老公也是會沾到一些髒東西 你拿酒精到老公的頭上 來 私人體系 不好意思 太濃透了 生活輕鬆一點 可是我還是要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 我一個患者 我們在電子公司上班的 年輕工程師 有一次他肚子起一個紅疹 就一圈紅紅的 那很規則 一圈紅紅的紅疹 紅紅的一小顆小顆 那很癢 就是藥局買藥膏 他說一般濕疹 藥室就賣給他一個藥膏 類固醇藥膏 擦一下OK啦 比較不癢 比較不紅 可是奇怪 那紅疹會擴大 而且不治一個變兩個 他講完蛋了 怪病要趕快去抽血檢查 就來醫院看 其實這個很好診斷 醫生一看到的時候 只要是很規則的一圈紅疹 而且會很癢 然後很紅 那中間皮膚還好 那叫做顯 只要提顯菌感染 就是發霉了 那我們擦藥膏就會好 就看抗霉菌藥膏有擦 最少兩個禮拜會有點感覺 兩個禮拜他來了之後 真的是有點退 可是會有時候 有時候在擦當中 他還在紅腫 眉毛完全好 其實跟吐絲一樣會長根 這個菌在皮膚也會長根 所以一定要抹 抹到好之後再多抹兩個禮拜 那他那天還帶一個室友來 他們是在年輕工程師 就一起租房子的時候 他說我室友也有 一看起來真的一樣 也是肚皮這樣紅疹 也是很癢 我就說你們一定有一個人 不管是香港腳還是 沒菌 他們就說他們有一個室友 香港腳很嚴重 回到家就也不換不怎麼樣 就在沙發上就躺 跑到別人的房間也躺人家床 在人家沙發椅子上坐 他就是這樣子 就把他的黴菌 就是在香港腳 散步出去 散步出去 大家不小心接觸到 也不知道說家裡面有那麼毒的菌 而且黴菌很頑強 他在環境當中可以生存很久 你很難很難處理掉 你可能要高溫 曝曬 甚至漂白什麼的 他們就碰到 就抓 就起黴菌了 所以這就是 還是有危險性 那其他細菌跟病毒 應該不用那麼的恐慌 黴菌的話就要小心 是嗎 衛生習慣不好 不洗澡就躺床 其實就是會有些皮膚上面 黴菌的一些問題 但是其實不只皮膚 你要小心 其實是生殖器官也要小心 因為我跟你講 其實蠻多男生 我不敢說很多 蠻多男生其實有時候 就是一兩天可能來洗一次 有的人就每天洗 但是絕大多數 超過兩天以上都是男生 女生大概都每天洗 男生他其實 他的生殖結構 跟女生比較不一樣 他不太容易會感染的問題 但是你要小心 當你能 到了一定的年紀 或特殊疾病的時候 你可能會增加 甚至一些感染的風險 尤其不寫少的話 就是大大增加這感染的風險 我就舉一個我的病人 他本身其實就是來靠我們診 因為我本身是 我們常會內科 其實我內科病人也有看 有一個病人就是 血壓跟血糖比較偏高 所以我就開了一點點 就是降血糖的藥 那藥的特色就是 他會耐你吃下去之後 你的糖分 會從小便的地方排出來這樣子 所以會藉由這個方式 那你的身體的糖分變少 然後降低 也會排你的鈉粒子 那你的血壓跟血壓 都同時會降低 但這個藥有一個小小的缺點 就是當你的 那個尿裡面的糖分增加的時候 它是一個 我以為會長螞蟻 也會 也可能會 如果濃度夠高的話 可能真的會這樣子 可是你不會讓螞蟻去咬 所以應該機會比較小 可是如果說你 那這樣我那個病人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 他就是不喜歡洗澡 他自己有夠坦承 他都兩三天洗一次 如果不是太激烈的運動 他就不會特別去洗澡 所以他就是很明顯的 那個生殖性潰爛 他潰爛起來看我起來 他特別心理建設 他就回想他這一年 或是這半年 他到底有沒有去亂來 有沒有去循環問 他都沒有啊 怎麼會這樣子 他來找我 那我有解釋給他聽 當然一部分是跟這個藥的關係 另外一部分 當然就是跟他的衛生習慣有關係 為什麼我特別講這一點 我就說我要開給你藥物質 因為其實生殖性的黴菌感染還是使用 我們一般是用吃的跟擦的 大部分還是以擦的為主 時間的話 大概要擦到兩個禮拜到一個月 甚至更久 因為生殖性的病會比較難治療 因為你知道男生 上完小便的習慣 他不一定會直接沖洗婚姻部 你知道嗎 可是像他我就特別要求他 你在治療期間的時候 你小便完一定要清洗婚姻部 然後還要用衛生器把它擦乾淨 這樣子你的 才會縮短你治療的期間 你知道所以奉勸其他男性 還是要注意好自己的衛生 不然可能會有 雞雞爛掉的風險這樣子 我自己是 就是我的皮膚是超級敏感的 然後我是一個禮拜 就要換一次床單 因為我就超級不能接受那種 就塵蠻那種 而且我前陣子就是 就是因為我太 清潔過度 就是因為我洗床單 然後還有我就是如果出外景 然後如果夏天就很熱 然後會出油又出汗 我就是會一直跑那個公共廁所洗臉 就我一天都會洗三到五次 然後就洗到 就我臉就變超級無敵感 然後我就是前陣子就是 去工作的時候 我上妝是完全上不上去 所以我最近開始就有在喝 我朋友推薦孫心有在喝的 就這個 這個很紅 這個很紅 孫仙代言的 而且我跟你說 就是因為我臉真的是乾到不行 然後我跟我姐妹去聚餐的時候 我姐妹的臉就是亮到不行 然後就是我去很多工作啊 就是都 就是有看到我那個朋友 我想說他為什麼每次發在IG 他臉就是會一直閃 發光 發光 然後我就問他 然後他就說 他有去韓國做那個水光課程 然後但他自己是說 他平常喝的話 飲用的話 他會喝這個 喝的水光安平 就是很厲害 因為他就是 我覺得他厲害的地方是 因為他喝起來很紅 很好喝 我自己是會冰起來 我喝這個水麵好口味 對 它就是喝起來酸酸甜甜的 很好喝 然後 而且我就是前陣子皮膚很乾 上妝上不了 然後我就想說 怎麼可能就是喝這個 就是就可以改善我的那個 這麼乾的問題 而且我是 就是我是乾到不只是臉 我是連我的身體 都乾到就是我都要上乳液 然後我晚上上完乳液之後 我早上起來 我還是覺得很乾 就覺得治標不治本 然後我自從喝這個 我跟你說 我只喝七天 我自己覺得超級有感覺 就我現在手上是超級滑 而且我現在是沒有上乳液 我可以給你們看 我連我的腿 你可以摸看看 可以 超滑的耶 對 你要不要看一下 就我的我的手跟我的腿 整個變得超級 不要太靠近我 不要太靠近我 我怕會忍不住 這個我覺得看腿最明顯 看腿最明顯 我看到了 看到了 你一定要看腿 我跟你講 你知道乃哥會害怕 乃哥 乃哥 你要不要收我當弟子 有勢弟子 無極老 歸一勢 沒有 因為我覺得他 我覺得太神奇了 就是竟然只要喝七天 我自己就很有感覺 而且他 然後我就想說 到底為什麼他 喝起來這麼油乾 而且又這麼紅 然後我就上網查 是因為他有含 高含量的韓國玻尿酸 就等於說我在喝這個的時候 就等於說我是滿滿的 在補充玻尿酸 所以我現在整個人就是覺得 摸起來就是全部都玻尿酸 因為我會在工作前一個小時 我就敷面膜敷不敷 然後等一下 怎麼就乾掉了 就是我的臉又沒有補水 就等於說他那個敷面膜 或是做臉 我覺得他都只能暫時 就是喝了它 但是喝了它 喝了它之後 你整個人就超級 體熱 對 因為你吃 從內而外散發出那個光芒 那個光澤感 而且它這個就是前陣子 有食安問題 就是大家會很擔心 就是飲用的部分 我上網查 他們是每個月都會做SGS的檢驗 所以我就覺得 非常推薦大家這個 大家應該知道就是 塗抹的保養品都要換季 所以喝的也一定要換季 所以他們就是有這三款 然後我自己平常就是會 隨身攜帶這個包包 然後裡面有非常多的 保水產品 像這個 我平常會這樣噴在臉上 然後當然還有一些什麼 保水棒這種 最重要的 我覺得這其他都不是我 就是一定要用到的 我覺得我一定要帶就這個 水光影 就是因為它很好攜帶 然後我每天就一定一定要喝它 因為我最近就是喝了它之後 我臉就超級飽水 有沒有 水到不行 而且我就覺得我的臉 已經水到可以掐出水來 然後我自己日常喝保養 是會喝這個紅色的 日常保養 它就會讓你的氣色 每天都就是保持得很好 然後如果是我平常熬夜 工作到比較晚的話 我就會喝紫色這個 就是它會讓你的暗沉 就瞬間就消失了 等於說我有時候就 例如說我早上喝這個 然後中午又喝這個 然後晚上喝這個 就是可以看自己的心情 你知道嗎 真的 如果你一天喝三包 我跟你講絕對水到不行 所以我現在就是出門淡妝素顏 也是氣色超級好的 完全沒有問題 好了最後我們看看 我們還有這個 討論什麼樣的問題 這一個 公共廁所坐式馬桶坐著上 我跟你講這事情是這樣子 我出去我都會買那個 就是去蝦皮買那種 透明的那種 那個馬桶坐 然後拋氣室 所以每次我女兒進去 我就會跟他說 你撕一個 然後墊 那以前還不知道 買這種東西的時候 我會墊滿整圈的衛生紙 但有一天 有一個醫生跟我說 其實那樣就是 但心理作用很重要 我心理作用很重要 你要 你要讓女兒知道說 乾淨這件事情 如果你看到那個上面 舊就算了 如果有一些尿滴什麼 我真的沒有辦法 我會寧願憋著 我也是 我要換下一間 我真的上不下去 然後後來健身之後 就是肌力比較好 有半蹲的 那功夫也很好 對 一定好的 所以其實有時候 看到那種 那個叫什麼 蹲式的 我覺得反而比做事的好 很開心 我們只要出去 不管是到中南部 出外球 只要找到 比如說是公廁 或者我跟你講 基本上沒有乾淨 對啊 你不覺得嗎 很可怕 可是我覺得蹲著的 真的還好吧 不然因為我們以前拍戲 我也有去過 就是那種毛坑上廁所 那上廁所 是你一上下去 下面的蒼蠅 會衝上來的那種地方 對 那種你還是要上 不然你要去哪裡上 你怎麼長到這麼大的 對 我跟你講說真的 因為我真的很害怕 在外面上廁所這件事情 因為女生還是還可怕 因為女生還有一些 生理上的一些 的問題 然後你很常 進到那個廁所 你就看到這邊紅一塊 那邊紅一塊 或者是牆壁 或者是馬桶 那個垃圾桶裡面 有它的東西 對 然後你就會覺得 天啊太髒了 我不想要生病 我就乾脆不要上廁所 那我就會變成是 我今天只要出門 我就會去計算 我今天在外面的時間 有多長 然後我再去決定 我今天在外面 要喝多少水 飲料這種東西 因為導致於就是 不要在外面上廁所 我要忍到回家才要上 我曾經有過就是那個 膀胱真的憋到 人家懷孕兩個月 就是那個肚子真的 搭到一個 你連走路都很 那樣有可能會 就很不舒服 就是也沒有辦法走路 就是有一次我就想說 奇怪為什麼上次我 會有那個 然後前面 就前面兩次 著熱感就是著熱感 還沒什麼事 然後一直到深夜的 著熱感一來之後 因為我們女生上廁所 不是會擦室嗎 然後一擦完 我就想說 請問這個尿顏色滿特別的 怎麼又有點 又很泛紅的感覺 就好像是血尿 怎麼有女藝人 血尿這麼開心 不是 因為你每天 你講這段 講得我好開心 不是 因為你每天上廁所 你自己擦 你看到那顏色就是 你一直以來 都看到正常顏色 突然看它變色 就說 怎麼會有另外一種顏色 然後我就交代我 你飯產科看完 答應我去看精神科 然後才想說 我想說這個要看醫生 太誇話 所以請 我們請歸醫師來給答 命量科專家 公共廁所坐 公共廁所坐市馬桶 坐著上 坐著上那要怎麼上 當然是坐著上 就這樣上 那各位知 我那招有沒有用 買的那個貼的那個 對乾淨有用 對乾淨有用 所以現在要釐清的是 各位在乎的是 乾淨還是感染 乾淨 乾淨嘛 那乾淨的話 建議現在這種 拋棄式紙巾 或者是鋪滿衛生紙上面 噴點酒精使用上 心裡真的會舒服很多 對 但是本身我要講一下 尿液本身是 其實是無菌的 它一直從腎上製作出來 到膀胱 離開膀胱到尿道 尿道的前三分之一那裡 開始才有細菌 否則它在以上都是無菌 體內都是無菌的 在體內都是無菌乾淨的 好真的喔 所以除非你是坐在 那個馬桶上面 你那個射速很快 遇到反彈 抓抓 又建設回你的尿道裡面 龜醫師我覺得你應該要出道 那它細菌才會 才會進入到尿道裡面 那進入到尿道裡面 如果大家健康的人多喝水 所以真的有些女生是 想說多喝水我多尿尿 等一會兒不見得 一開始的灼熱感會變嚴重 也許就好了 但是如果遇到 你剛剛那個情況 你又忍尿 憋尿 其實你尿已經快要出來了 你又把它縮回去 你就把你尿道開口細菌帶進去 一氧在那個池子裡面 一氧一兩個鐘頭 細菌每30分鐘就繁衍一代 所以等你到半夜的時候 它已經不知道 真孫 玄孫 太孫都出來了 你膀胱裡面就充滿了細菌 就會出現血尿的情況 因為細菌會咬破你的膀胱表皮 所以在外面上廁所的時候 其實最好的就是日式的馬桶 就算底下有蒼蠅飛 只要你沒有建設上來的話 其實是不會感染的 那請問我先沖水再上 會不會更好 因為不知道前面那一泡水是不是 好的 沖水的時候 對 因為即使是你蓋了馬桶蓋 它那個空氣中的飛沫 就跟剛剛打噴嚏一樣 還是很厲害的 但你不蓋更厲害 但你沖完了以後 可以降低那個馬桶當下的 一些細菌數量 但基本上還是很髒 你只要不要直接接觸到那個水 不讓那個水碰到你的尿道開口附近 是不會的 是不會感染的 所以之前我有遇過一個女生 她已經安排好要去離島旅遊了 但是她要出發之前尿尿不舒服 但是 所以她到了那個外島地區 就想說 離島地區可能廁所比較不乾淨 她就把坐式馬桶 當成蹲式馬桶再用 在剛剛這種馬步式 或是這種半蹲式的情況之下 你的膀胱會 尿到開口褲胃肌 你沒有辦法很好的放鬆 所以你就會產生尿到一半 自己斷掉 尿到一半又會斷掉這種情況 所以在骨盆肌 沒有辦法好好放鬆的情況之下 你膀胱裡面的餘尿就會變多 那你是乾淨的尿 還沒有什麼關係 如果你那裡面 已經是帶有細菌的尿的話 時間已久 你馬上膀胱發炎 所以她坐飛機回來台灣的時候 血尿 甚至尿一逆流回腎臟 瞬於瞬遠 住院打了14天的抗生素 高燒 是 所以這種半蹲式 你大腿沒有辦法放鬆 骨盆肌體會不由自主地縮縮 你就沒有辦法尿得很乾淨 所以有潔癖的人甚至蠻可憐 我一直覺得女生上廁所蠻厲害 就是女生上廁所好像都有18招 對 對 還要訓練核心這樣子 然後有時候在廁所 在公共廁所的時候 核心才可以用半蹲的姿勢 然後我就是有一個病人 就是說他 我那次就去看一個病人 因為我是感染腸胃症 然後我就門診一個病人 被推著路以來 然後整個 我其實想說他是不是走錯課 是不是要掛骨科 這剛剛跟他講是不是掛骨科 他說 不是醫生我是要 胃很不舒服這樣 我他說說 那我一般我們醫生職業到的 還是會關心一下病人 他說你現在身體怎麼樣 腳怎麼樣 他就說 不要講了啦 就是上禮拜 他就去公共廁所 然後因為他本身也是屬於 有潔癖型的 他就想說 我就是蹲在馬桶上的方式 至少我的皮膚跟馬桶 是沒有接觸的 心理作用 可能這樣覺得比較乾淨這樣子 結果好死不死 那一天 他就是在上廁所的時候 手機剛好響 他要拿手機的時候 一瞬間 就跌倒在地 掉一掉地上 然後腳跌到歐崔之外 還鼓勵了 所以那天來看我們 整個都是推路以來這樣子 就跟乃哥講一下 這個動作其實是 滿危險的 對 不是每個人的核心都夠 你知道嗎 核心不夠的時候 你姿勢不穩 其實就很容易跌倒 我看一次的新聞 他站在那邊 馬桶裂掉 然後 那個很危險 馬桶那個 因為它是遲的 還裂了 把整個大腿 還是屁股 劃開 劃開的 對啊 這個其實也是滿危險 所以我是建議大家 如果要去上公共廁所 當然最好像各位是講 要用自帶酒精 如果可以的話 或是 拋棄式的馬桶墊 除了馬桶有衛生的疑慮 其實馬桶的沖水蓋 跟把手其實也要小心 為什麼 因為我那個病人來看我 他其實是胃痛 我就把他做了胃機 就發現他有滿多的潰瘍 可能是跟他腳痛 最近有吃滿多的止痛藥有關係 然後我幫他做了胃鏡 就發現他有這個 胃油門感菌的部分 然後我就告訴他 他就問我為什麼會得 我就說油門感菌 其實大部分都是在小時候 你在地上爬的時候 可能就 手指就沾染到油門感菌 你吃進去 第二個常見的原因就是 我們去上公共廁所的時候 你用手去按那個沖水鍵 或是去轉那個把手 前一個人可能有油門感菌 但是他沒有清潔乾菌 你又沾染到油門感菌 也沒清潔乾菌 吃進去就會得到油門感菌這樣 所以我強烈建議大家 如果真的要去幹公共廁所 但第一個就是馬桶衛生 就是酒精跟這個拋棄式馬桶 第二個 一定要把手洗得乾乾淨淨這樣子 才不會有這個衛生上面 還有健康上面的疑慮這樣子 我昨天分享案例是這樣 我最近有一個患者 他一個年輕女生 他到一個新公司上班 然後因為他發現自己什麼 私密處有長東西不太OK 就趕快到診所 醫生就幫他檢查之後 就說你這個是生殖器 生殖器部位有點被感染 這個叫做 就是我們叫 其實就是所謂的菜花 菜花就是 那是用在肛門 然後生殖器部位長油 那是用病毒感染 那他也就 他也很驚訝 為什麼會這種 因為他覺得自己 一切都很單純 就感染到這個 就菜花 大家一聽到就覺得說 你是不是有不檢點的那種行為 那接受治療其實OK 傳染性快 傳染性強 可是其實治療 花時間就是治療好 可是因為他那個診所的 有一個員工 又剛好認識他們這家公司的員工 所以就第一個 不應該就發生 就是說他把這個消息 有點八卦這樣聊出去 就是說你們公司 有一個女生 新員工 來我們這邊檢查 長那個東西 就這樣傳回公司 那其實這個真的很不應該 病人隱私 這絕對絕對不應該去 當作睡嘴這樣聊出去 當然 那公司就開始傳開來 就說有一個倒置的女生 那女生是漂漂亮亮的 那可冷酷冷酷的 就比較不愛笑這樣子 那就傳開來了 那其他的員工 就害怕了 其他女生就說 那這樣子我們可不可以 跟他一起用同個馬桶 因為公司就那幾間馬桶 大家開始有點 第二個不應該 就有點 就開始有點排擠他 就是說 新員工他被感染菜花 你們大家要注意 連主管都來介入 就是說你們到底是什麼 氣氛那麼奇怪 他就說大家都不要 跟他一起共用廁所 那其實後來離清楚之後 其實他們找到 他自己也有跟主管溝通說 他真的是感染到 可是後來知道是他老公 那所以他根本就沒有這個 他是他老公比較 有時候比較花心 對 比較花心 一些性生活比較 就是他也 到底他自己很 家庭很大的一個震撼 他也無法接受 然後大家有點誤會 就是說 就像我們剛剛前面提到 蔡花這種艱性濕油 它是 就第六型 第十一型 真的就是所謂的 這種都有可能感染到蔡花 所以其實這機率很高 所以你不應該有一個誤會說 我就跟他共用馬桶 其實這個就像我們剛剛一樣 病毒離開身體之後 在馬桶蓋上 不會跑到你的 就算是真的跑到馬桶蓋上 不會跑到你的生殖器 不會也沒進去 所以他也因為這樣子 在這個職場工作 就很不順遂 後來試用期結束之後 就真的沒有繼續認知 造成他心理很大很大的創造 這個職場霸凌 就造成一個很大的傷害 所以有時候我們要 正確觀念去把它破解掉 是喔 歸屬 對 雖然我是性病防治專家 有這種事 有證書的好不好 不是 他今天講什麼 都會暴死一個證書 有證書的好不好 他下一集就要宣布出道 對啊 有證書的啦 我下次單證書來這裡 單證書來 但是很奇怪 我的門診 八成的病人來 都說是公共區域傳染的 我當然要這樣講 所以現在我也就養成了一個習慣 像最近一個阿伯回來 就給我看照片 很奇怪 這類型的病人 他不喜歡脫褲子 他就一定要秀照片 秀給我看 我就 好 他說奇怪 不然我也沒有黑白來 怎麼會養成這樣 我就一邊開始打病例 是是是 我是去洗褲子砍掉了 對 然後我就說 那我們就來騷擺 基礦我怎麼一直養成這樣 我都已經不太想理他 我就繼續安排 手術時間做這個 其實人類乳突狀病毒感染 的確他有可能經由體外傳染 但是在30分鐘內 那個病毒離開人體 譬如說我剛摸了生殖器 有那個東西 我手上現在就有 然後我沒有去消毒 我去打電腦鍵盤 30分鐘以內同事來摸 就有可能沾在他的手上 不見得會發病 所有的病毒有病毒感染 有角質層不見得會發病 他再去上廁所 但是我們慧音部的皮膚比較薄 如果那邊有傷口的話 可能病毒就鑽進去 你就特別了 只是我一直沒有辦法理解 為什麼這些阿公阿桑 都一定要堅持 他們一定是外面感染的 對 他怎麼好一直承認 沒有原諒 人都有自尊心 所以我了解 我繼續做我的事 可以直上霸靈那位 非常感謝這位性病房子專家 專家 從小聽這麼多衛生迷思 導致我真的就很嚴重的經驗 大家了解了吧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 我覺得我兒子女兒 也有一點潔癖 可是我覺得乾淨總比不乾淨 當然 對 我們非常從日常生活做起 讓我們的這個 不管是病毒 或者造成我們生活困擾的東西 降到最低 是 好 祝大家健康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采的內容 記得選旁邊的影片喔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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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